石门区公所照顾弱势族群不遗余力 这一次区长屋中人更是亲自掏腰包 找来区内的餐厅合作 开办幸福待用餐 提供有需求的民众一顿免费的餐点 便以温饱肚子 区长表示 石门地区广大而且偏远 再加上区内的高龄人口 以及低收入户等弱势民众较多 占了全石门区的人口5% 饮食相对比较不方便 而为了照顾市民 从去年开始 区长发起了幸福待用餐的福利措施 与其合作的餐厅 将免费提供价值70元的餐点 供民众使用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我们石门区 这些遇到三餐 临时没有办法解决的民众 能够解燃眉之急 我们也希望说借这个机会 也了解到 有需要帮助的民众 他们背后哪些什么公所 可以提供协助的 在推动以来 在老梅地区已经有几位民众去取用 那当然我们也会同里长来了解 他们背后有哪些困难 我们公所也给他们协助 目前在石门区共有四间餐厅小吃配合 包括了原味小吃老梅牛肉面 以及中叶餐厅 还有阿里老餐厅提供幸福待用餐 有需求的民众只要向店家说明 并留下姓名以及住在哪一里就可以了 而屋中人说 幸福待用餐只是解决燃眉之急 而后续还得由里长了解取用餐点的民众困苦的情况 给予往后的协助 而对此配合的店家也相当乐意 那对县底下的台表量应该还应该有四五十分 就等待很少用 不足还会再统 对 在推动石门幸福待用餐已经一共有四个店 我们原则上是以石门的区民为主 区民有需要的话 就是到店里面跟老板讲说要取用待用餐 只要等级姓名和离别就可以取用 那当然如果说别区真有临时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能够提供他们的帮助 幸福待用餐发起之后 获得民间社团机构的广大回响 石门区丰针协会理事长郑根和 还有老梅景友站等单位共捐了三万元 一同加入待用餐的行列 而在台湾带用餐的公益平台的网站上 也能查得到这四间餐厅的位置 而区长也希望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引入社会资源照顾更多的弱势族群 记者是专一 石门采访报导